大家好,我是Io,今天要做的是咸梅菜焖肉。 准备的材料有已经焯水的梅菜,把多余的盐分清洗干净,切小块备用。 五花肉切块,两块姜,十半带皮蒜米,生抽,黑酱油,还有少许的糖。 把锅烧热,不要放油,下梅菜,稍微炒干,再下两块姜一起干边,炒干之后起锅备用。 把油烧热,把蒜米和皮一起下锅,再次加入姜块一起爆香。 加入五花肉炒至变色。 接着,加入适量的调味,黑酱油调色,再加入两汤匙生抽调味,咸梅菜会比较偏咸,调味要适量。 把咸梅菜和五花肉一起翻炒入味。 加入煮好的热水,稍微翻炒,之后倒进汤锅里继续焖,加入少许的糖调味,继续焖煮大概45分钟。 关火焖焖煮大概10分钟,就可以起锅备用了。